大家好,欢迎收看《远观时事》,我是林远山 有关秦岗下落的消息在昨晚中国大陆各大媒体的晚间新闻中,终于有了下落 秦岗下货,王毅复出,重操旧业 但关于秦岗的各种消息,以及今后涉及的政局演变 亦成了时事分析的首要目标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好好地聊一聊这个话题 中共从来都说,约国无外交,而越强国却一个月无外交部长 事迹中下,中共在这个时候递出秦岗这个清凉大瓜 让大家都感受到一阵阵的良爽个人,令人暖心 如果说20年前的科幻古葬剧《沉秦基》只是一个精准预言 今年就上演了一个真人版的《沉秦基》 全世界都在问秦岗去了哪儿 现在终于有一个初步着落 首先是中国官媒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将在7月25日在北京举行 而且将审议有关任意案 这一违反惯例得如其来的会议消息 又如一火重磅炸弹 让全世界从政坛高层到普通民众 对秦岗下落的猜测和期待达到顶峰 果然在7月25日的晚间宣布 正在晋升国家领导人位置近四个月的秦岗 在失踪了整整一个月之际 遭到紧急撤缓 身为中共卧视办主任的70岁高龄的王毅 二度出路 成为中共史上年龄最大的外交部长 而遭到免职的现年57岁的秦岗 亦从中共建政以来最年轻的外交部长 和现在最年轻的中共副国级领导人 瞬间跌落 变成了中共建政史上最短命的外交部长 当然 我认为二度回路的王毅已经70高龄 他很可能只是外交部的一个过渡部长 秦岗的国务委员仍然保留 后续如何发展另有延机 或者可以这样说 中共这一重大人事变动 显然是临时做出的不得而议的决定 以至于中共外交部的官网都离不及更新 在我做节目的时候 部长简历和部长活动一栏竟然什么都没有 成了一个空白块 显示的是信息更新中 这个真是滑天下之大溪 反而历任外交部长一栏中 从周恩来、陈毅 到李绍兴、杨洁篪、王毅 好像秦岗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至于秦岗究竟因什么倒台被免职 什么都没有说 让人们还是宜斗重生 秦岗到底怎样?现在在哪? 秦岗到底是下基层 还是去了秦城 这部分等待我们会在后面分析 下面先说几个秦岗有关的小故事 秦岗的这个大瓜不单是中文圈在画 连老外都在热烈地画 秦岗已经很多天出现在推特推荐的热点话题里面 前白俄罗斯外交官施隆金24日 也在社交媒体上踏上了这个话题 分享了2015年他在秦岗担任外交部 李宾斯司长的时候 共事的一段奇霸经历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计划出访白俄 而身为李宾斯司长的秦岗 大团来到白俄做事前的准备 对施隆金来说 中国外交部李宾斯是一部庞大的机器 拥有数以百计的官员 相反的是 白俄李宾部的编制只有区区11人 这也是为什么 好像他们这样级别的年轻外交官 能够和秦岗等中国的高级官员接触的原因 施隆金回忆说 早起习近平到访白俄的前几个月 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就坚持每日到白俄的外交部 两边的人马往往在深夜敲定了一切礼品上的细节和期间 假日中国人又要上门来要求开会 讨论一模一样的事情 日子就这样一日一日地重复下去 施隆金接着提到说 习近平实际到访的第一日的行程结束得很晚 而他第二日的打算是参观白俄的二战博物馆 结果让他刹意不意的一幕出现了 秦岗半夜打电话给他 要求他陪同在凌晨两点到现场实地勘察 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习近平 将要踏上哪一级台阶的时候响起就额 施隆金表示 他很无奈地只好硬着头皮 半月三更将博物馆的副馆长叫醒 请他们再给秦岗和他的团队 安排一次参观博物馆的活动 因为秦岗一定要确认 每一个细节都要严丝合逢 施毫不能出差错 当时是凌晨三点 他说他唯一确定的就是想睡觉 因此就来了一个混水摩鱼 就随便想当然地指向某一级台阶 秦岗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而就在当日秦岗队奏乐的时候 习近平所处的地方 根本就不是他所指的那级台阶 但大家想想 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想象得到 秦岗为何能深得浩大喜功的习近平的欣赏 这人为了能够上位 真是拼命 施隆金接下来表示 隔日早上他和秦岗共进早餐 他对秦岗流利的英文 以及秦岗下属敬畏上司的程度十分惊讶 此外还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 秦岗当时正在吃一碗汤面 但他进食的声音非常非常非常大 施隆金连用三个 並加上了感叹号 他并解释说 我这里一点都没有夸张 施隆金当时的意思是 礼宾斯司长大人 你怎样连这些最基本的西方人 进餐的礼仪都不懂? 施隆金继续写道 当中共外交官对某些事情不确定的时候 他们立即就会打电话给北京请示 然后北京再打电话给劳卡申科的行政部门 几乎中共领导层的任何一个细小的愿望 都会立刻成为新的安排 这次访问终于结束了 当习近平要飞回北京的时候 施隆金走近其中一位秦刚的下属 静悄悄地问他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这几个月来无必地谈同样的事情 还有凌晨在博物馆报行数数到底是为什么? 施隆金说 或者这几个月以来 他第一次对我完全这么坦诚 这位秦刚的下属说 你知道吗? 在北京有好几百人在我的后面 要憎恨我的职位 我不这样做 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是啊 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乃至上位 不惜花费巨额人力物力 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 只是为了博最高领导一笑 这个正是 长安回望寿成堆 山顶千门次帝开 一骑红尘非子笑 无人之事例之来 我看下 无需多久 就是鱼羊皮股冻起来 驚破魏常雨衣曲 就在宣布秦刚免职之前 金融时报刊文透露秦刚 和他的继任者谢峰 互不待见 并介绍了秦刚的情报系统员 英国金融时报 在7月25日刊出题为 习近平的最爱秦刚失踪 让中国外交更加朴朔迷离的报道透露 秦刚和今年接替他出任 华盛顿大事的謝峰 互不待见 据几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 尽管秦刚与习近平关系密切 但他在北京的上司们 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 经常避开他 金融时报的这个说法 似乎被一段说为流传的影片所印证 7月19日在阿斯巴安全论坛 当主持人问到谢峰 中国外长秦刚在哪里的时候 谢峰先回答了一句 事目以待 然后就展示了一个诡异而灿烂的微笑 我在上期的远观里就说过 中共外交部山头临隶 大小派系多以学校为背景挥分 大派系有北外派 以王毅为首的北二外派 北宇派、上外派、外交学院派、 国关派、北大派、复旦派等 小派系就更多了 各派系之间勾心斗过 王毅和杨洁篪之间 就曾经互相揭发 学历造假和办公室看王片 秦刚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 属于国关派 比秦刚大两岁 今年59岁的謝峰 在1981年考入了外语学院 1986年毕业后 就直接进入了外交部西欧司任科院 所以謝峰和秦刚属于不同的派系 1984年进入国际关系学院 学习的秦刚 1988年毕业 被謝峰辞了两届 按理来说 资力不如謝峰佬 但是秦刚得到习近平的青睐 穿升速度更快 显然是引起了謝峰的妒忌 所以 謝峰联手王毅参与整秦刚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而王毅要整秦刚 是因为秦刚一上台 就搞掉了很多王毅一手提拔上来的人 比如赵立坚等人 从而触动了王毅的利益 两人的权力斗争 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王毅很可能弄了秦刚的黑材料 指责秦刚因为作出一系列错误的决策 才导致了对美国间谍气球事件 等外交事件上非常被动 而王毅落狠手的另一个原因 是中共外交部内分了两派 秦刚李绍兴等是一派属于亲美派 而王毅赵立坚等是另一派属于亲俄反美派 所以 里面还有个路线斗争的问题 据一位熟悉秦刚的人爆料 秦刚在外交部出了名的自私自利 喜欢占小便宜 不会违别人着想 除了讨好上级 在人制关系相处并不好 这位秦刚的熟人举了个例子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驻外人员有一个特权 就是每个人一年可以去特供商店 买一件特供的大型家电 但要交一笔手续费 当时秦刚找了一个人 将这个人的指标也用了 但最后不去支付这笔手续费 这笔钱只好由帮助他的这个朋友店铺 传闻说圈内的人很多都觉得秦刚这个人 很喜欢占别人的便宜 还有秦刚去年突然连跳三级 根据外媒报道 由于他的太太林燕 搭上了彭丽焕 并且送亲手自制的月饼给他 从而博得了彭丽焕的好感 秦刚亦由此进入了习近平的私人圈子 并获得了重用 然而秦刚却不记得太太的好处 依然我行我素 在外面和傅晓田长期保持关系 以至准备脱掉太太 要和美贸的傅小姐比翼相非 但由于秦刚迟迟不对现承诺 傅晓田曾威胁秦刚 还到处告早 所以其实秦刚的这些烂事 中共高层圈内的人都知道 当然秦刚倒台的真正原因 还是因为中共的路线斗争 日本资深媒体人侄品名夫强调 秦刚失踪绝对不会是健康问题 现在应该被中纪委关起某一个地方 正在接受审查 因为中共官方对秦刚事件的各种反应 以及以往倒台的众多重要官员 几乎一模一样 最后中共政府公布的秦刚事件的结论 应该是说他涉嫌贪污 或者涉嫌对党中央不忠诚等等 也可能干脆什么都不提 因为中共毕竟外面指 外交部长涉嫌间谍案 这种事说出去太难听了 侄品名夫提到 以前有前中共驻韩国大使李斌 是因为间谍案被抓 最后因为经济问题被判了7年 还有前中共驻冰岛大使 马继生和他的太太 因涉嫌涉物被抓 早已判刑了 至今未公开调查的结果 却从止人间蒸发 再也没有什么消息 但不管最后秦刚的罪名是什么 他认为秦刚倒台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中共路线斗争 侄品名夫还表示 在独裁国家 重要人物的倒台 往往并不是因为贪污间谍等具体犯罪 大部分是源于权力斗争 和独裁者的喜怒无常 星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依 在7月24日亦表示 如果秦刚倒下 他很可能是中共二十大后 习早建的申班子里面 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 最近中共内外交群 军中将领诺马全民不少 都是集中起火箭军 和战略支援部队 而火箭军 是习近平军改后才出现的一只新军 也是习近平要攻打台湾启重的 我觉得 目前中共军队内部肯定出了很大的问题 习真的要寻食难安 一旦突然出现某个黑天鹅事件 以前的江、阔、隋、章、防、提拔的那些将军 可能蠢蠢欲动 加入到习航列 中南海大内 习近平的贴身卫士 中央警卫局局长黄绍军去世 已三个月官方才公布死讯 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 卷入了某些政变的密谋呢? 是的 正如时评人士颜淳勾所说 处理秦刚已经让习近平方寸大乱 正在将中共的外交逼入挖头看 亦让中共政府系统内人人刺危 秦刚之后必然还会有更大的风暴在酝酿 他感叹道 习近平缺乏危机处理的基本智慧 将简单的危机处理 活生生地变成了一场国际外交灾难 这也是只有习近平才能做到 他说的没错 国内的经济等着急救 而外交又变成了死局 只能天天念安全经 但是外交经济贫死 安全又从何谈起呢? 安全没有保障又如何救经济外交? 如果要问习近平 习近平只好去问毛泽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远观时事 为你做的分析报道 希望得到你的点赞留言和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